欢迎来到话题面对面单元 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是 美国与中国大陆的贸易战情势升温 双方都祭出了加征关税的手段 而川普总统还不只是中国大陆这个战场而已 连波斯湾也是战云密布的 我们在今天就特别邀请到了 政大国际事务学院的副院长黄奎博教授 再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做分析 目前的最新情势 老师请问一下 这个美中贸易大战的延烧 这个星期以来 所以这个媒体的报道是以这个火爆登场 这四个字来形容 那么首先川普他是先祭出了 对于中国大陆是 川普祭出了调升2000亿美元 这个大陆的输出 输美的商品 加征他们的关税提高到了25% 并且还说他计划还要另外对 其他的有3000亿美金的大陆商品 再加征关税 那么大陆方面当然是不甘示弱 他说你打到我家门口来 我一定是奉还到底的 他宣布从6月1号开始 要对于这个部分原产于美国的 进口商品来加征关税 那么这几天可以看到 是美国的股汇市都大受影响 非常严重的冲击 而且也逐渐会影响到了 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层次上面了 老师请问一下对美国来说 这个贸易战打到现在为止 它到底的效果如何 它的效应是什么 那到底真的对美国有效益吗 还是说他自己本身其实也已经 蒙受到不小的损失呢 这个贸易战从去年大概三月多 开打到现在 其实已经拖一年多了 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他的反复 但他的反复里面并不是 无谓的退让 他只要觉得谈判不到 他的满意的程度 他马上就会寄出一些 包括加关税 或是用一些 包括像最近我们看到 他对华为公司的一波 所谓列入对美国国家 通知安 知通安全有危险的 这样的一些公司名单里面去 他用各种方式 给北京压力 这一年多来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他不是没有斩获 因为就很多的消息都指出来 中国大陆确实在很多方面 向美国妥协 但是呢为什么这次会看到 对于两千亿美元左右的 这些中国大陆的产品 要从10%的关税 其实已经是加高了 从10%要加到25%呢 其实主要据说是因为 大家都谈得差不多了 但是呢在最后的一些技术上面的问题 没有办法解决 那什么技术上面的问题呢 也就是说 中国大陆如果同意美国所有的要求 美国是不是可以在协议的文本里面 把这些相关的降税的做法 全部写进去 也就是我们白纸黑字 我北京说我一定妥协让步 你美国要承诺 你的关税也要马上撤下 而且以后不能再随便的加针上去 不然的话这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两岸之间我们常讲 共产党的飞弹对着台湾 往后撤没关系啊 我随时要他往前 他就往前了 川普的关税就有点像是 大陆对台湾的那种中程飞弹 中程导弹一样 他要撤就撤 但是他随时如果加回来怎么办 所以北京很聪明啦 北京说你一定要给我白纸黑字写进去 对但是呢 讲到最后美国不要 美国据说是希望在下个月的 这个G20的这个会议上面 可能川普在宣布 他们不是要见面吗 川金会 对对就是川普跟习近平 所以美国或许希望在那个时候 再由习近平 再由川普口中讲出来 但中国大陆怎么会同意这一个 非常不确定的一个发展 如果中国大陆同意这样不确定发展 他就不叫做中国共产党 是是是 所以最后两边据说江在那边 最后就只好让这个协议破裂 破裂之后川普马上就回家了说 所以这2000亿的产品加25%的关税 为什么美国改 因为美国目前它只是部分的一些民生消费品 还有一些的这个家电 稍微上涨了一点成本 但这个成本有些厂商都还可以吸收 对 那美国的消费者感受不到 可对中国大陆来讲 其实它的压力已经逐渐浮现了 所以我们才看到中国大陆 其实从去年的六七月开始 其实逐渐是在放缓对美国的扣吻 虽然说中国大陆跟美国常常也是 你一刀我一剑 可是其实美国出刀的机会多很多 中国大陆其实是防御跟退让的时候多 那这一次呢 我想因为在关键上 没有办法去 中国大陆没有办法取得美国的承诺 所以大家撕破脸 暂时的撕破脸 那所以川普就再给他加两千亿 反正因为从短期来看 川普并不会吃亏 反而是中国大陆 我们或许后面会提到 他有些厂商可能就想离开中国大陆 或者觉得那边经商条件不好 甚至中国大陆内部的消费性 经济的发展 可能都会受到一些这个挫折 所以其实美国是比较多的筹码 那我们看这个大陆方面也很强硬 你给我就这个再加个两千亿美金 我口气上呢 中国大陆 大家我警告美方 你打到我家门口 我觉得是奉陪到底 那么大陆方面的报复的清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完全是锁定 被认为是川普的票仓的 这些南方的农业州 还有工业州 那么有大陆的经济学者 有指出说 北京这个举动 主要就是针对川普的选民 我要让你明显感受到 你们已经受到了这个 就是经济上面的这个受创的这个压力 所以您觉得 老师这个目前看来 这个中国大陆所调起 我6月1号也要回敬你一番 对于大陆方面这个报复是 是不是真的对美国是有威胁性的 对川普总统本来 他对川普的一些票仓 确实有一些这个影响 但是影响大不大 我们从去年11月 美国的其中选举 看得出来 其实在参议院 其实共和党的议员 就算从这些中西部农业州来了 他或许得票受到点影响 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输掉选举 换句话说 至少在去年年底 美国这些农业州的选民 可能部分都还认为说 这一项小小的这个冲击 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我们也不要忘记了 美国他虽然说一直告大家 从事一些不公平的贸易竞争 包括对国内特定产业的补贴 美国也补贴他的农业 像他最近才刚提出来 还要加150亿对于这些农业 受灾户的补贴 这受灾当然就是受这个 美中贸易战的影响的受灾户 所以他150亿美元撒下去 暂时又可以让这些受灾户 虽然说可能因为这个汇率的这个差别 或者是关税的影响 或者是这个出口不顺 而导致了短期的周转不灵 但是这个补贴下去之后 他短期之内 应该可以暂时再撑过个 两三个月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 中国大陆拿大豆去斗川普 其实但是短期之内看不出结果 还看不出结果 对 那我们也看到 其实就在昨天还是前天吧 中国大陆其实也取消了 3000多顿的美国猪肉的进口 这个是很奇怪的事 因为中国大陆现在非洲猪瘟 还蛮这个猖獗的 其实他应该需要更多的外国猪肉 来补充他国内猪肉的不足 但是他宁愿在一星期之内 取消3000多顿的猪肉 美国猪肉的进口 那他针对的是谁 其实大家的解释 就是针对川普 就是针对川普 但是效果有没有 其实我觉得那个都对川普来讲 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伤口而已 其实对他的整体 对中国大陆贸易的大战略 不会有太多的影响 那么美国的经济学员就表示说 这个美中的贸易战争 长期再继续下去的话 像是越南这样的一个国家 会不会是欲磅相争之下的渔翁得利 像越南这样的国家 很可能就会向美国来供应本来是中国大陆在供应的一些产品 而且它的价格可能还会更加的低廉 那么所以呢 美国消费者目前只会暂时承担到比较高的价格 不过对于一些中国大陆的企业来说 这个产品未来会更难打入了这个美国的市场 甚至可能会永远就失去了美国的市场 那么因此越南在这样的贸易战争之下 短期来讲中期来讲 它可能是马上有显现出它会受贿 不过长期来讲 会不会也是面临到一些风险呢 对因为越南现在是很多国家 它眼中经济成长快速而且稳定的国家 不过我们先可以先回过来看一下 其实这次的中美贸易战 其实它打乱了所谓 我们不管叫红色供应链也好 或是所谓的全球生产链也好 因为以前很多的不管红色供应链 或全球生产链 它中间或是它源头的环节是中国大陆 可是现在有些厂商看到这个状况不稳 我不可能承受短期内大量的金钱的损失 所以干脆我就多花点成本 我签厂或者投资到其他地方去 所以也就是说不管红色供应链 或是全球生产链 它都遇到了一些重新组成的一个过程 那重新组成的过程里面 越南其实它重要性就浮现了 因为它确实在很多地方部分可以取代中国大陆的一些经济的优势 譬如说它的自然资源其实还不错 然后它对外的这个经济活动的活力很强 然后它的劳工的素质很好 学习很快 所以然后再加上越南的政治是稳定的 不像我们看到泰国印度 其实相对还是比较不稳定 所以越南很多很多优点让外商觉得说 如果这个红色供应链或全球生产链重组的话 越南应该是一个首选之地 因为越南又跟中国大陆接壤 其实要搬迁或是对于这个周遭的这个经济环境来讲 其实是相对比较相似的 可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越南它不是都没有一些问题在 越南其实有个问题就是说 它的这个国内的一些政治这个汇率 因为这样子可能会有一些浮动 那它的汇率浮动是因为美中贸易战的结果 其实不只是越南盾 还包括我们的新台币啊 这个韩元议员可能都会因此贬值 那贬值的时候越南的这个 它国内的这个经济压力或多或少会浮现 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中国大陆如果跟美国因为贸易战的关系 导致了出口减少 请问中国大陆的这些货品要往哪里走 第一个当然是扩大内需 所以我们看到共产党其实最近出台了 很多很多扩大内需的政策还有措施 但是另外一方面不可能只靠扩大内需 所以我们也需要靠向外走 向外走越南它快速成长的经济 实力其实是中国大陆一个货品出口 一个很好的一个目标地 好所以越南本身的产品 跟中国大陆的产品可能就会有冲突了 因为中国大陆我也想进越南 分瓜你的市场 但越南还有自己的产品 还有其他外商的产品 所以越南我想它在短期之内 看到的是很多的利多 但在中期如果贸易战持续下去的时候 越南或许会遇到中国大陆产品的一些竞争 这是一个越南应该已经在未雨绸缪的问题 是是是 好现在外传说中国大陆区对于美国的贸易战 它有一个必杀绝技 什么叫这个必杀技呢 就是美国的公债 我们知道说这个中国大陆其实是美国 目前在世界上拥有 它有1.13兆美元的这个美国公债 也是美国的第一大这个债主国 如果说中国大陆开始来抛售美国的这个公债 在理论上来说可能也会对美国的经济 一定会造成很严重的混乱 那另外一方面的说法说 如果说大陆做出了这样的 拿出了这个杀手剑的话 可能它也会自我的毁灭 美国公债 老师你觉得是一个中国大陆的好武器吗 如果是中国大陆好武器的话 它早就出了 对或者它早就已经威胁 跟美国说它要用了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其实有着美国的国债 其实对它自己是有点好处的 因为它如果我们它现在有1.1兆 或者1.13兆美元的这个美国国债 它把美国就算把它抛出一半好了 0.5兆美元 请问它这些闲钱要投资去哪里 投资美国国债为什么 中国大陆愿意 当然是因为美国国债它的利率回本的这个比例来得好 那它要找到一个可以跟美国国债相抗衡的 投资获利的工具它才能够把这些钱转过去 但是它有没有这些地方 或者是有没有这么大的一个经济的市场或工具 可以容纳这么大笔的资金一下的进去 我觉得这是这个中国大陆它面临的一个难题 而且我们也必须要知道 虽然说中国大陆1.13兆的美国国债 但是如果你把美国国债的整体数字 一打开一看的话 你中国大陆占的比例大概百分之4还是5还是6 大概就这样子而已 虽然说不是很多 但是当然也可以起一点点这个冲击美国的作用 但冲击美国之后它会遇到 中国大陆会遇到什么问题 它会遇到它的像这些市场直利率的上升等等的 所以美债会贬值 所以它的手上剩下的美债也会贬值 然后美元会升值 所以整个国际金融市场 美国的中国大陆甚至欧盟的东亚的 可能因为美元不稳定的升值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这时候中国大陆真的都占到便宜了 也不尽然 对 所以我们在说这个贸易战争升级 除了这个加征报复性的这个关税之外 其实中国大陆有五大招数可以来对抗美国 美国的媒体分析说这五大招数包括什么 我反正就说第一我刁难你美国的企业 再来我贬值人民币 然后再来我削减对美的投资 然后升起这个经济的所谓的这个铁木了 并且要减少进口美国的农产品 老师你觉得这几项做法对付美国有效吗 我们刚刚其实讲了说美债的这个部分 我们刚刚分析就是 其实对中国大陆可能是 一个不是很有用的招数 而且会得罪周边很多很多的国家 所以可能除非到最后玉石俱焚 他就是杀了一千自伤五百先 他可能自伤一千一千三 是吧 可能会伤更多 那另外就是所谓的铁木锁国 这更不可能 中国大陆他现在所谓的一带一路 这些就是要把他剩余的 这个剩余的内部的产能向外送 所以他如果在铁木再封起来的话 第一个不合国际潮流 第二个他国内的经济的产能消耗不掉 他会马上垮台 经济马上垮台 所以这些其实都不可能 但是会不会可能 譬如说我们以前很多人提过 他技术性的卡住美国企业 在中国大陆一些商业活动 甚至他有一些比较特许的一些项目 或许他就可以交给 跟美国公司是竞争的对手去做 这些其实在政治上面 都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尤其是在中国大陆这样一个封闭的国家 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 如果中国大陆说好 那我消减美国的投资 对美国的投资 有没有用 我觉得那当然是有用 可是有用的情况之下 就是中国大陆这些钱他要去哪里 尤其是中国大陆 他当很多的国营企业或党营企业 他跟着党的意思走 可是他最重要还是要获利 因为他这获利也是支撑中国大陆经济成长 很重要的一个来源 而且我们看到就是说 中国大陆现在也在要求 国营企业或党营企业在消减负债 消减负债其实包括重整海外的投资 所以中国大陆对美国的投资 我们看到从2012年左右开始 一路再往下减 这个趋势是往下减 但尤其在最近这三年减了很多 所以现在据说好像美国的 对中国大陆的投资 去年只有48亿美元 那这48亿美元如果扣掉那些减资的 投资是一边还有减资的一边 减资听说比投资的数量还要大 所以中国大陆对美国投资 如果这样算起来会变成负的 那美国当然也知道 但是就是说美国他现在 因为整个经济环境 看起来的数字是好的 然后呢外国的企业 靠川普的这些减税啊让利啊 甚至各式各样优惠条件 也在考虑进入美国 所以我觉得他某种程度 弥补了中国大陆 在对美国投资的减少 但是长期下来 我觉得如果美国的经济 突然发现了 他不像川普或者数字 呈现那么亮丽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中国大陆 对美国投资的这个限制 才会有他真正的效力 是 老师如果说 我们现在看这个贸易战 打这么长了 一段时间下来了 结果川普总统他13号 他也表示说 贸易战呢可能会拖 大概在三四个礼拜 星期之后呢 就会见分晓 就会应该有一段的 一个段落了 但是其实一直来 都有一种传说呢 北京是想要拖过 美国的这个大选之后 结束之后再来谈 觉得我搞不好你 美国你换政府了 我可能就 我的问题搞不好就 减少到了一半 因为现在可能我的问题 都在于这个川普总统 你本人身上 但是呢川普就直接 抢北京 你拖下去没有用 因为他觉得他一定会 一定会 一定会赢嘛 那么到时候呢 你如果拖到那个时候 你只会 北京会得到更差的条件而已 老师请问一下 如果美国真的坏人做做看 万一真的是说 民主党又入主白宫的话 对贸易战跟美中关系 会有不同的策略吗 这个在华府众说纷纭 是 但是我想有两点是 大家应该都同意的 第一点就是说 民主党他比较不喜欢自由贸易 而且他跟工会 这些联盟工会的这个关系 是比较密切的 那这些工会直觉的反应就是 他们也不喜欢自由贸易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开放市场之后 受损很多是美国自己的这些产业 所以大家在华府第一点的共识 民主党不会太喜欢 自由贸易跟经济开放 那第二点呢 就是说 民主党其实在 跟中国大陆的贸易战的态度 基本上是跟川普一致的 我们看到些许的民主党员 他对重要民主党员 对川普的做法 觉得不太赞同 甚至包括最近这个参选总统 呼声最高的民主党的候选人 前欧巴马的副手叫拜登 他就觉得对川普的做法 有一点不以为然 可是呢 他也不算是多数 也就是说民主党共和党在 要对中国大陆贸易的政策 采取强硬的立场 这点我想是在华府也是共事 所以我们看到 如果去年11月 民主党赢了参议院 众议院或许中国大陆的处境 不会好到哪里去 因为国会的这个意思 跟川普会是接近的 虽然说我们看国会跟川普会 有一些跟 根据因为什么墨西哥边境的墙啊 我想移民政策啊 或是跟伊朗的问题等等 大家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可是呢 对于中国大陆贸易 我想民主党上来 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 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 好 现在有美国的媒体报导说呢 贸易战是这个美国用来 遏止中国大陆 他期望可以变成 未来全球科技主导者的 这样的一个野心 因为这个贸易战 不仅是使得大陆的这个企业 对于美国的出口减少了 跨欧公司可能还会 另外的选择 其他的国家来进行投资 从而会迫使中国大陆 失去获得高科技技术的 这样的一个机会嘛 而且川普他现在又 寄出了这个紧急 国家的紧急状态 跟进出口的这些黑名单 来封杀华为 老师川普是不是真的想 透过这个贸易战 来牵制中国大陆 科技在全球拓展了 这样的一个野心呢 我想这个观察是正确的 因为从贸易战开始没多久 然后川普又把中国制造2025 还有像中国大陆的一些 这些高科技人才 留学生开始严密的管控之后 我们发现这个贸易战 其实他可能不只是贸易战 也或者说他不是关税战而已 他其实真的是跟所谓的这个科技战 还有甚至未来的这个政治作战 也就是谁是世界的霸主 其实根本都是绑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也看得出来 川普他其实是在做一个谈判的议题连结 就是说我现在跟你谈的是贸易 谈的是关税 而且你中国大陆赚我太多太多钱了 四五千亿甚至六千亿美元的这个逆差 所以你要帮我摆平 但是呢在我跟你谈判的时候 我也把所谓的跟智慧财产权权 因为中国大陆常常强制外国公司投资中国大陆的时候 要把智慧财产权一起带过来 不能有意义 那另外呢还有包括像技术转移 中国大陆是要求你要把技术转移过来 那美国说你把这些全部给我法治化 不要再欺负我美国公司了 我投资就投资 你不能要求我把所有技术都相关技术都转给你 而且呢美国开始也把中国制造2025里面的 很多的项目都拿来一个一个检视 甚至开始提出了压力 像AI人工智慧 像这个航天航太工程 还有能源 还有清洁能源 或者像一些这个资讯通验 资讯通讯产业 美国其实发现它在这方面是落后的 所以它现在强力的压制中国大陆 它把所有议题绑在一起 去跟中国大陆谈 那中国大陆我们说过 因为它其实确实是拿美国这个贸易利率 顺差拿了很多 而且它确实有些不符合国际一般规范的 这些经贸投资的规定 所以中国大陆其实慢慢是在让步中 那川普把这些议题连在一起之后 我们也看到了 其实中国大陆的这个 这个让步的程度 是过去人家没有想象到的 但是呢这也就是说 川普想透过方方面面的做法 去压制中国大陆 让中国大陆是老二 甚至会变成老三老四老五 好那讨论完了这个美中的贸易战之后呢 其实川普还有另外一个战场就是在中东 美国和伊朗的关系现在非常的紧绷 而且最近发生了油轮遭到攻击的这个事件 美国就直接说根本就是伊朗你做的 那么双方的关系非常的紧绷 可以从美国退出的这个核协议 这个开始来说起 老师请问一下 我们请您来了解一下 当初美国伊朗他们签订了核协议 最后川普总统又选择退出 伊朗他之所以要核武就是他看到伊拉克的例子 没有核武的话很容易被打 那我们也看到了北韩 他只要跟美国说我有核武 那我就可以跟你同桌对谈 甚至还可以把酒言欢 但是美国都不会打他 我觉得伊朗学到这个教训 甚至伊朗也看到了包括印度跟巴基斯坦 在1990年代中后期都开始有核武了 美国基本上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所以伊朗如果再不做的话 他发现他可能会是下一个被攻击的对象 所以伊朗开始研发这些核武 包括他制造高浓度的浓缩釉之后 其实美国确实很关切 那当然长话短说就是欧巴马总统 他透过了包括像德国英国法国 还有中国大陆俄罗斯等等的 这些国家一起的合作 让伊朗最后同意了 暂时先把这些高浓度的浓缩釉 都把它拿去出口 不要放在伊朗自己的境内 然后美国换了 美国拿什么做交换 就是拿出一些经贸的协助 经贸的援助 然后还有美国对于一些部分的特定产业 美国开放了对伊朗的制裁 可是我们也看到在这一个所谓 我们通常叫做P5加1 因为五方加1加上德国 就是安理会的五国加上德国 对伊朗这个谈判 他对于伊朗的石油还有金融业 其实都是限制的 他全部是限制的 那这一次川普他的做法 其实很明显就是说川普 他觉得欧巴马谈得太烂了 这个根本没有办法阻止伊朗 慢慢的偷偷的去制造核子武器 所以他现在开始要求伊朗 赶快签一份新的协定 那伊朗觉得说 好不容易在国际的见证下 而且我们刚刚讲的P5加1的协议 是联合国2.231号决议案 他通过他认可的在里面的 所以伊朗觉得这是美国片面的违约 好 那现在伊朗已经停止了 部分的这个旅行 这个其中部分的这个核协议的承诺 那么其实在当年的这个 核协议的这个承诺当中 伊朗当局是可以生产 所谓比较低浓缩的这个 又还有这个种水 但是他的产量是受到限制的 但如果说现在伊朗 他不甩这个协议的话 就代表他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再限制他的这个生产 还有因此就非常有可能会加速 伊朗来这个生产 发展他的核武的速度 老师请问一下现在看起来 那么目前还在协议当中的国家 又受到了伊朗跟美国的影响方面的压力 如果说以后伊朗不再受到了限制了 那会带来多少的影响呢 第一个影响当然就是中东多了一个核武强权 那伊朗这个核武强权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 因为他是一个 他的最高领袖不是总统 是大家可能听过的核梅尼或科梅尼 是一个宗教精神领袖 所以他其实这个整个政治 还有他的这个意识形态 跟西方国家完全不一样 那西方国家对伊朗 当然常常也抱持比较敌视的态度 所以一个核武强权出现的话 我觉得西方国家会很头痛 那另外一个影响我当然就是 如果因为这样子 美国再对伊朗实施更强烈的制裁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就不是传统武器的战争了 它可能是核武的战争 因为我们说过伊朗的这个决策模式 思维等等 对很多国家来讲是不熟悉的 而且我们不要忘记伊朗 它是中东的古国大国 伊朗它的人民 它的政治人物 其实有一个很强的光荣感 因为他们就是古时候的波斯 所以他们从以前一路到现在 其实是最近虎落平洋 以前都是世界这个整个国际政治经济的 这些的重点之一 所以它的这些光荣感 会不会导致了 它进一步的这种感觉到挫折 那这种深刻的挫折 会不会导致它更明显的侵略性 这些没有人知道 所以我觉得这个伊朗取得核武之后 变数会变得很大 那再加上川普 他是一个说话 有时候不太算话的人 甚至我们看到最近 伊朗的国防军队 叫做伊斯兰共和卫队 他被美国政府名文列为恐怖组织 这个是破天荒第一次 没有美国总统 美国政府不会把一个 第一次把一个国家的正规军队 列为恐怖组织 那请问那其他的国家 跟伊朗军事交流的时候 都是跟恐怖组织在交流吗 当然不是嘛 但你就知道美国现在无所不用其极 就是怕伊朗拿到核武之后 伊朗万一翻脸的话 那美国就很难办 那伊朗很怕美国翻脸 那老师其实美国除了对于 这个伊朗的这个正规的军队 列为恐怖组织之外呢 他同时也是取消了 美国要取消任何国家 进口伊朗石油的这个豁免权 那么几乎是就 我给你全面的封杀了 老师请问一下取消豁免权 对伊朗的影响多大 伊朗现在本来在4月下旬之前 伊朗有8个国家 他可以获得美国的豁免 而可以买伊朗的石油 其中包括了我们台湾 那我们台湾其实像我们从伊朗来的石油 我如果没记错 可能就占了快一成吧 一成我们的石油的量 好那现在如果这8国家 也被美国取消了美国的豁免 当然这是一个很不合理的事情 就是美国他可以片面说 你这8国家不能再跟伊朗买油了 美国不是联合国 但美国就叫大家不要这样做 所以伊朗的石油的损失一定会超过 他现在已经损失 一年超过100多亿美元的损失 就不能卖油 如果这8个国家再不跟伊朗买油 他的损失会更大 那伊朗现在国内的通货膨胀 有点严重 他的经济成长已经迟缓 所以美国对伊朗来讲 这些经济武器 或许比美国的船尖炮力会更有用 可是我们还是要想到伊朗 他那个光荣的过去 他那个非常坚韧的一个国家民族的特性 所以美国这样子把伊朗逼到这边 最后伊朗如果真的产生了内乱 这是内部的分裂 万一伊朗分裂成一个更激进的 这个伊朗的政权 对中东是不是好事 其实现在没有人知道 好 那这个波关情势现在升高了 那么川普总统当然是 那么说他是这个 他没有闲着 他马上针对伊朗 他川普总统就下令 林肯好航空母舰战斗群 还有包括B-52的这个轰炸机进入中东 这个态势完全都摆出来了 纽约实话也报导说 美国打算要派出12万的美军来对付伊朗 那么虽然说川普总统他否认是12万美军 但是他后面有强调 要派的话不只是12万 老师美国的这样强硬来对付伊朗 跟对付北韩的方式好像是完全不同 他对北韩金正恩的这个容忍度好像是蛮高的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落差呢 我觉得川普他把北韩当成是一场实境秀 也就是只要是金正恩跟他配合在荧幕前面都表现了这个和善 我觉得川普他很乐意演这实境秀 至于后面的结果再说吧 他只要演出 对而且他因为已经演出了 所以他演出了一两次之后 他再跟大家讲说哎呀我被骗了 这不是他很丢脸吗 所以他就我觉得他因为这样 所以保持了跟北韩的这种表面上的关系 但是他对伊朗呢 就从他在当商人的时候就不假词色 是 所以他一直到现在他觉得对伊朗的这个逼迫是正确的 那我们更要看到就是说川普他对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12万美军可不可能 我觉得这个已经有点匪夷所思的地步 因为川普他基本上想法就是说 我尽量不要在海外用美国的军队 我可以让盟国去打 但是我的人不能太多 我觉得他是这个商人在计算成本的时候 而且你要打仗你自己出钱 对要出钱 所以他一定会找盟国一起参加 那会不会用到12万人 我觉得当然有可能 因为伊朗他在中东是一个很坚强的部队 然后他经过两一战争80年代 然后还有到90年代自己内战的这些各式各样的经历 武器系统当然没有那么好 但是他作战经验相对的丰富 所以我觉得美国如果真的要打伊朗的话 他的盟友一定会被迫拉进来出人出钱 但是美国到底会不会变成一个受伤最重的一个胜利国 我觉得那还要值得来观察 好的我们在今天慧眼看天下就带您深入魄析了中美贸易战 以及波湾地区的最新情势问题 未来还有更多的消息也请您持续的锁定 慧眼看天下 我是黄宝慧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